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德在波拉图这里 他是通过洞穴来说明我们的感觉世界或者感觉经验 作为一个知识来源祈祷的一种不可靠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另外一个思想家笛卡尔 他对知识来源的一种认定 那么笛卡尔认为只有当你对某事完全确定的时候 你才有理由相信它是真的 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那些不确定的事情 如果某个事情是可被怀疑的 那么他就不可能知道它是真的 那么笛卡尔的这种知识观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知识观 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诚实度当中 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判定人类知识的限度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并没有选择去考察他自己的每一个信念 而是去考察这些信念立足于其上的原则 如果这个原则本身是可疑的 那么以它为基础的那些信念也是可疑的 感觉经验作为知识的一个来源就是可疑的 因为感觉可能会欺骗我们 看起来是圆的东西 实际上可能是方的 所以笛卡尔首先要表明 我们不能信任自己的感觉 为此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梦境论证和邪恶精灵的论证 我们先来看梦境论证 笛卡尔这样写道 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 我梦到自己身在这个地方 穿着衣服坐在炉火旁 而实际上那时我正裸体躺在床上了 在当下我的眼睛似乎的确是睁开的 并且正在看这张报纸 我的头可以自由的转动 证明我没有在睡觉 我还可以有意识的伸出自己的手 如果在睡梦中 事情就不会如此清楚明白 但是难道我自己在睡梦中 不也多次被类似的错觉所欺骗吗 经过仔细的沉思 我发现 没有什么明确的指示 可以让我将清醒与梦区分开来 这一现象让我诧异 我几乎能说服自己 我正在给大家讲梦话了 那么笛卡尔的这个思想实验表明 梦境常常可以显得很逼真 哪怕我们在梦中自由飞翔 我对它的体验也是真确的 问题在于 我们并没有可靠的办法 能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比如说 当我自己经常怀疑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我常常会使劲掐自己的手指 我以为只要手指感到疼 就不是在做梦 但是当我掐手指的时候 我的确会感到疼 我在梦中照样会有疼的体验 所以通过这种办法 是没有办法知道 我确实在做梦 除非我突然醒过来 既然我们没法确定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确定 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 是不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所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 我们就无法通过感觉经验来获得知识 感觉的确定与实际的确定是两回事 只要你现在是醒着的这个信念 可能会出错 那么你的感觉就不能给予你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作为一个比较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中国的庄州梦蝶的预言 那么庄州梦蝶讲的是 有一天晚上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 是一只很生动逼真的蝴蝶 他感到非常的愉快和惬意 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州 突然他醒了过来 在惊慌不定之间 才知道原来我是庄州 不知道是庄州梦中变成了蝴蝶 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州 庄州与蝴蝶必定是有区别的 所以庄子说 这可以叫做物与我的交合与变化 叫做物化 那么从认识论的一个角度 庄州梦蝶的故事也说明 我们很多时候不仅无法区别 到底是活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 我们还无法区别 到底是活在人的世界 还是活在蝴蝶的世界里面 梦中的蝴蝶让庄子 领悟到了现实性的统一 不过是一种幻觉 那么蝴蝶是让我们建构起来的 那些知识理性主体等等 都归于崩溃的令人惊骇之物 所以蝴蝶让庄子感到很惊慌 正是蝴蝶让庄子 进入了莫可名状的焦虑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 庄子其实是幸运的 因为他为自己的存在 产生了困惑感 如果没有这种困惑 我们就不会产生认识世界 和认识自我的冲动 那么这又将我们 带到笛卡尔的出发点 不管人的思考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思考本身是人无可置疑的标志 人作为思维的存在 是唯一确定的事情 那么 那么笛卡尔是怎么推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呢 首先 他通过刚才的梦境实验 排除了感觉的可靠性 接着 他又通过邪恶精灵的实验表明 不管是在梦中还是醒着 尽管人貌似都会接触和认知各种事物 但是即便这一点 也是令人怀疑的 比如说 你虽然在梦中和醒着的时候都看到了红色 但是红色也许并不存在 你可能是通过直接被植入到你心灵当中的知识 而知道红色是什么的 那笛卡尔的邪恶精灵就是这样论证的 他是这样想写的 他说 我可以想象有一个邪恶的精灵 他有办法在我的心中制造各种感觉与思想 并引此为手段 在我眼前变出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虚假世界 天地万物 时间空间 都像真的存在一般 就连我们认为是不正自明的那些逻辑或数学功力 比如不矛盾力 三角形有三条边 不存在原的正方形 一加一等于二等等 这个邪恶精灵都可以欺骗我们 比如 他可以通过改换输入程序 完全可以让我们以为一加一等于三才是颠谱不破的真理 总之我们认为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只是邪恶精灵设计来给我们的判断下的一个圈套 我甚至本来就没有手 没有眼睛 没有血肉 但是我却错误的以为我具有这些感官 这就是迪卡尔的这个邪恶精灵的思想实验 他通过这个思想实验证明 我们可能是被系统性的蒙骗了 既然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的经验 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 我们是不是被这样的恶魔所掌控 因此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 其实都是不可靠的 其实迪卡尔的邪恶精灵实验 还有一个著名的现代版本 在这个版本当中 邪恶的精灵成为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这就意味着 今后科学的发展 完全可能帮我们带入一个完全犀利的世界当中 这个思想实验叫做普特兰的钢中之脑 就是钢中的水钢里面的大脑 他说有一位邪恶的神经科学家 偷偷将你麻醉 把你的大脑取出来 泡在营养液里 并连接到一台计算机上 以处理从大脑传出来的神经脉冲 并且向大脑供应各种信号和刺激 使得他要你体验什么 你就能体验到什么 他能在你的大脑里面制造一切 可想象的感觉印象 比如说让你觉得世界上有石头存在 让你感到周遭的一切都非常熟悉 但是事实上 从现在起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幻觉 你以为拥有一具身体 此刻正在读这本书 如果你想把书翻到下一页 计算机就会确保你的大脑收到特定的信号 让你以为自己有手 而且正在准备往下翻页 实际上你根本没有翻书 也不是正在阅读 你并没有坐在椅子上 甚至也没有呼吸 你只是一个泡在玻璃缸里面的 装有许多电极的大脑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思想实验 以我们讲这个道德专题 那个诺奇克曾经有个幸福机器的思想实验 就说给你两年的时间 让你也进入这样的一个幸福机器当中 你没有任何实际的感觉体验 但是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幸福 你愿不愿意 但是这两个思想实验其实侧重点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侧重点是着重于我们人的一个认识 我们以为我们所处的世界 包括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 我们是不是仅仅是一场虚幻的梦 如梦幻泡影 其实今天的科学认为 我们所意识到的经验 都是经过大脑的运作而产生的 所以这个思想实验 是有严格的科学基础的 原则上对大脑进行有目标的刺激 是有可能制造出特定的经验的 这个过程不需要升级 比如说当我们看见一朵红玫瑰 我们的眼睛一般是先把信息传送到大脑 接着大脑会制造出红色的图像 而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在大脑里面制造出完全相同的状态 那么从眼睛到大脑的传递过程就可以省略了 即使实际上并没有一朵红玫瑰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如何掌握世界的客观存在 究竟有没有可能看到现象背后的真实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事情 其实是恶魔或者神经科学家 绝对不可能欺骗我们的 普特兰认为 我们能确知自己不仅仅是一块肛中的大脑 为了论证这一结论 普特兰又想象了另外一个思想实验 叫做蚂蚁的痕迹与幼儿的涂鸦 他说请想象一下 有一只蚂蚁在沙地上行走 留下了一些痕迹 这个痕迹看起来很像丘吉尔的肖像 请问这只蚂蚁真的画了丘吉尔的肖像吗 显然不是 蚂蚁的足迹很像丘吉尔 不过是出于偶然 蚂蚁根本没有要在沙地上画像的意思 也根本不知道丘吉尔是什么东西 就好像如果一个幼儿在纸上乱画 他意外地画出了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 1等于mc的平方 但是这个孩子压根不理解 自己在画爱因斯坦的公式 毕竟他既不知道爱因斯坦 也没有理解广义相对论的能力 葡萄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指射关系都失效了 蚂蚁的足迹并不指射丘吉尔 小孩的涂鸦也不指射爱因斯坦的公式 我们所指射的事物必须跟我们有因果的连接 比如我在旷野看到一棵树 这棵树会引发我的知觉印象 当原始部落的原住民看见树丛中燃起大火的时候 他们会大喊一声挖布 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他所说的挖布指的是火 因为恰好是火促进他如此表达 现在刚中的大佬相信他前面有一棵树 但是其实这个树的印象所关联的只是计算机的指令 就像蚂蚁不能指射丘吉尔 刚中的大佬同样也不能指射外在的世界客体 他的整个世界只是那部计算机 即使这个被插满信号线的人 他的体验和我们一模一样 他也无法指射树木大火落日等等 他指射的只是计算机的指令 就连当他说大佬的时候也不例外 他甚至无法思考大佬和营养业本身 所以他根本无从思考自己会不会只是刚中大佬这样的问题 唯有我们这些不是刚中之佬的人才能思考刚中大佬的问题 大家梳理一下普特兰的推论逻辑 他的推论逻辑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所思考的只能是我们所指射的 但是刚中之佬所思考的那些指射对象实际上并不存在 他们仅仅是计算机的指令 但是发出计算机指令的程序本身 又没有作为直接的指射对象 出现在刚中之佬的思考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刚中之佬的思考方向被误导了 它全用于思考不存在的东西之上 而忘了思考自己是不是被计算机操控的 进而无法产生我是不是刚中之佬的这种根本质问 由此就反过来证明我们既然能够思考刚中之佬 就说明我们能够确知自己并不是刚中之佬 由此我们看到的外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普特兰的这种论证 普特兰的这种论证方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达到共识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困惑 迪卡尔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思维模式 迪卡尔相信即使存在一个邪恶的精灵 我们仍然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自己是存在的 迪卡尔是这样写的 他说我被说服认为世界上什么都没有 没有天 没有地 没有心灵 没有肉体 我是否要接着说服我自己 世界上也没有我 当然不 我自己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 因为我说服了我自己相信一些事情 假定存在着某种欺骗者或者类似的存在者 他们的能力强大又非常狡猾 一直在运用自己的才能欺骗我 那么即使他欺骗我 细使他尽其所能的来欺骗我 我无疑还是存在的 他永远不能让我变得不存在 只要我还在思考自己是某种存在 迪卡尔表明 任何对他的思考的怀疑 都恰恰证明了他正在思考 而他的思考让他的存在成为确定无疑的事情 这就是迪卡尔的我思雇我在的命题 他希望能将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跟数学知识一样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迪卡尔的这种知识观有一个潜在的预设 也就是知识是经过我们思考的东西 或者明确意识到的东西 但是迪卡尔的我思雇我在 在今天也受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质语 精神分析学派会说 思考和意识难道就是认知的全部吗 拉康认为 我思的主体并不能保证 与我在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 我思只是主体有意识的部分 在他的背后 还有一个不为这个我所知的东西的存在 在我思出现之前 其实无意识的思和无意识的主体 就已经在那里了 而我思往往是想象的产物 是一种幻象 现代科学的错误就在于 把意识与理性 自我与主体等同为一 视为不正自明的精神主体 人类以科学思维所认识和掌握的 关于自然界的那些规律 也许仅仅是主观意识 对世界的投射和整合而已 是来自于人的意识 对于世界的秩序化 平整化的需要 因此并不能真正揭示世界的真相 迪卡尔的知识观 还有另外一个意识 那就是他认为知识 是需要有某种确定性的 但是这也可能不是真的 我们大部分的知识 其实是来自经验的归纳 比如说地球上有人居住 人是会死的 奶流会产奶 水在32华氏度会结冰等等 这些我们宣称知道的命题 其实都不是绝对确定的 都存在反例的可能 但它们足以让我们认识世界 和指导生活 知识并不需要绝对的确定性 它只需要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让它能超越合理的怀疑就够了 存在着有一个限度的范围 我们的怀疑如果超过到这个限度 才是不合理的 你比如说 我们的心灵完全可能是被一个外星人 所控制 但是如果你仅仅基于这一点 就怀疑甚至拒绝我们所有的感觉证据 这种怀疑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在大部分的生活范围之内 我们的感觉还是可靠的 我们必须依赖感觉为基础的经验和知识 而不是整天的去悬想 外星人会怎样控制我们而无所作为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